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名字却有两个单位 如北宫 现在是有北宫村 还有北宫社区 红山煤矿建立较早 但已经连工 到资博矿物局成立以后 采煤范围全部是罗村镇地盘 从一立井到六立井 称呼分别是红一 红二到红油 这片区域就在红山东河北的位置 称作红山煤矿也不为过 但是在罗村镇范围容易引起的是误会 现在红山煤矿整体改制类创大集团 所一流居民区 被称作红五社区 因为红五居民区居民楼多 住户多 属于最繁华地段 归罗村镇政府管辖 西河煤矿坐落在昆仑这魁一称南 采煤范围都在昆仑镇区域 搞不清为什么叫西河煤矿 西河煤矿运销科在大昆仑火车站东陵 原来西河之昆仑的小铁路在这里与张伯大铁路结合 不是铁路连接 而是铁路相邻 要重新装车 矿工局驻去大陵 是一个新地名 是挨着西河之昆仑小铁路大陵火车站的位置 矿区的大陵对龙村的大魁 大魁本来是一个大村来着 后来分成四个村 魁一 魁二 魁三 魁四 西河煤矿运销居民区现在的名字是涉天社区 借用的是地下转地上企业 资博涉天股份有限公司的关键字 归昆仑镇政府管辖 双钩煤矿的名字也是借用 不十分恰当 从1970年代起 在资传区曾流行这样的三大观 俏极化 农民住城里市民住城外 百货大楼慢慢盖 双钩煤矿在阳寨 以前 有双钩公社和阳寨公社 两者并存 双钩煤矿总部不在双钩公社 而是见到了阳寨公社北部边缘上 逼得双钩大圆圆的 双钩煤矿一流居民区 被称为宝塔社区 因地处本是双杨镇著名古建筑宝塔附近 而德明为双杨镇政府管辖 这里煤矿有两大部分 一部分在这里 一部分是在原来红山公社的东宫村 和北宫村之间的北大井 厂矿的设置完全打破了行政区域的划分 北大井这一部分变成中顺公司 后来合并到中心社区 归红山镇政府管辖 战里煤矿在这里的那一部分一流居民区 被称为战里社区 归战里镇政府管辖 战里镇北省村 原家村 沙头村之间的解放村 也是近百年来从屋到游 陆续发展起来的 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八方矿工 凑成的一个居住区 解放后才给了一个确切的村民解放村 资博矿物局在资川区的煤矿 因为资源枯竭陆续转产 获得外事 外省继续开采煤炭 一些老矿工居住区还继续存在 居民管理或移交资川区政府 或有个别的还继续留在资华集团 龙泉煤矿以整体改制为 资博广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住宅区被称为广通社区 归龙泉镇政府管辖 十股煤矿以整体改制为 资博光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住宅区被称为光镇社区 归昆仑镇政府管辖